在第十五届海峡影视剧晚会上 国家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乐玉成 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并致辞 海峡影视剧自创办以来 十五年间持续推进两岸影视合作项目 以成为两岸影视精品宣介和产业合作的重要平台 当天的开场节目至十五岁的你中 两岸耳熟能详的影视金曲轮番响起 勾起众人的记忆 经典老歌橄榄树在现年七十二岁的 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弹唱下 勾起不少人的万侣思相情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胡德夫表示两岸应该要多交流 通过歌曲变成桥 用同样的语言盖这座桥 透过歌变成一个桥 透过同样的文化语言盖这个桥 我们同样同中 同样的文化 同样的语言 送在我们所看到的世界 此外晚会还发布了第八届 海峡两岸青年网络视听优秀作品展 评委会最佳作品和评委会特别推荐作品 本届活动共收到1610部投稿作品 经过组委会的多轮评审 32部作品入围提名 其中8部作品货颁 评委会最佳作品 两部作品货颁 评委会特别推荐作品 激动也很开心 感觉这个活动是给很多影视爱好者 提供一个这样学习和焦虑的平台和机会吧 两岸多多的这种 不管是合作或者是互通这种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自己也是一个比较 自我成长跟加分的机会 海峡影视记走过15载岁月 两岸青年因光影而相聚 两岸影视产业因光影而绚烂 海峡两岸也必将在光影中迎来更灿烂的明天 而这也正是与会的台湾艺术创生文化基金会 董事长李永平所乐见的 海峡影视记已经到第15年 他每一年都还在挖空心思 想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怎么样可以更把两岸的人的感情跟心连在一起 那我必须说今年做到了 年轻人未来稀奇手来 两岸有什么坎有什么难关过不去呢